我刚才 咋了 没有 没有 我们最近特别忙啊 什么演出啊 我们昨晚还在演出 然后那个稿子就昨天晚上 特别晚的时候还在弄 然后我窍嘛 我就非要问建国 我说你写怎么样了 他说我来给你念一念 然后就帮他算那个概率 算了半宿 你以为他能写出来 一减C4取3除以C7取3吗 他这么写得出来 我感谢 今天叫什么拯救不高兴 而且要跟什么阎乐王 什么之类的展标 听了就很不高兴 我知道啥玩意儿 我说你让阎乐王把我带走 我就拯救不高兴了 我说我平时都不看 这些鬼鬼神神的 恐怖 写来祸拉 他说没事 那你这样子 他说你就写点东西 批判批判这些东西 我说行 结果就查资料 什么阴曹地府啥的 然后看得就入迷了 太好玩了 看了好几天 我真的谢谢阎乐王 真的拯救了我都不高兴 压力大 回家我就看这些玩意儿 现在我都已经快成地府专家了 你知道吗 这只是门请 我给你们讲讲 我看的啥东西 就是人死了之后 都会去什么 要去什么封都城 走鬼门关 什么过奈何桥 然后去地狱接受审判 然后根据你之前犯各种罪 给你派到各种地狱 受折磨 人家说那我没有犯过 什么错 是不是就不用下地狱 你一层层听 我给你介绍 你再决定你下不下地狱 第一层地狱 叫拔舌地狱 就小鬼把你的舌头拔掉 就什么人进拔舌地狱呢 就是生前有嘴滑舌的 搬弄是非的 喜欢上吐槽大会的 就这些阎王觉得 给你舌头你不好好用 就给你拔了 但是喜欢我们这些 脱口秀的朋友们 可以来这一层找我们 有人说你怎么可以 这么说你自己 和你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这么跟你说 它是按照级别来的 第一层是最轻的 之后每一层 都比上一层痛苦二十倍 所以说我建议 你要是下地狱的话 去了第一层 你就赶紧认罪 就赶紧跟阎王说 我堆左右交舌头 然后就呆在这一层 你别跟什么中介 带你去租房子似的 在那边 这一层挺好的 但我还想看看其他的 别看了 有第一层赶紧住第一层 第二层叫什么 叫剪刀地狱 就是给人介绍老公 什么之类的 就去第二层 进去之后就拿剪刀 把你手啊啥 全给你剪了 如果说第一层 关的全都是脱口远员 第二层就关的全都是 婚姻中介 第三层叫铁树地狱 就是什么给人挑拨离间 什么之类的 就给他挂在那个什么 铁栗刃做的那个树上面 就卡给你挂上去 叫铁树地狱 最后人都皮开肉栈的 然后小鬼在下面 笑快看铁树开花 第五层叫蒸笼地狱 第六层叫铁树地狱 你感觉这两层合在一起 就叫老北京火锅地狱 第七层叫刀山地狱 很好理解 就平时杀生什么之类的 叫进这层地狱 就给有一个山 就刀做的山 然后就让你一直爬 不爬不行 有个小鬼盯着你 然后你要问小鬼说 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啊 小鬼也告诉你 因为山就在那儿啊 第八层叫冰山地狱 这也很好理解 冰山地狱嘛 第九层叫油锅地狱 就是什么坑蒙拐骗的 什么什么抢劫的 最可气的是 喜欢吃肉的 也会被打到这一层 莫名其妙对吧 就被扔到 在这层地狱里面 扔到油锅里面去炸 就把你扒光了 裹点面粉 隔壁的小鬼都馋哭了 还歇下来什么 牛坑地狱 就拿牛顶你 什么石压地狱 什么拿石头砸你 最过分的是第十二层 叫冲旧地狱 这层是啥 你浪费食物 吃饭剩饭 你就要进这层地狱 有毛病 我吃饭剩饭 怎么就要下地狱了呢 接下来几层不用介绍 基本所有人都卡在这一层 然后就人山人海 十八层地狱 总有一层适合你 真的就是 而且你们听着 也就是 听着也感觉也挺开心的 是这样子 就我之前会担心 我觉得我这个人 其实说实话 也不是啥好人死了之后 会不会下地狱 我看完这些之后 太开心了 无所谓了 肯定下 我朋友都在那等我呢 地狱本来不就是要警醒人 不是说不要作恶的吗 但是我看到 吃剩饭都要下地狱的时候 我就感觉 这玩意就是在鼓励人 作恶 就是你否则的话 你下去都没面子 要不然你一下去之后 一开口 人家说 你为什么来 我杀人放火 你呢抢劫 你呢 我剩饭 咱说正经的 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有不高兴的时候 其实每天 不高兴与不高兴 都是交错着 我们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甚至会觉得说 高兴的时候吧 也没那么高兴 但不高兴的时候 是真不高兴 我做过程序二 做过喜极远员 发现喜极远员 比程序二更容易不高兴 因为程序二的不高兴 很具体 就像你们一样 比如说加班累 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觉得自己赚钱少 奇远员不是 他们不高兴 太抽象了 我的很多演员朋友 很多时候 就是没放上啥 就是不高兴 不高兴得特别纯粹 我都有些朋友 是怀疑自己的才华 你说你怀疑的自己才华 你去看书嘛 你去创作啊 他不的 就坐在那儿 怀疑自己的才华 一怀疑就怀疑到 半夜两点钟 事情也没做完 最后还赶开 你看我这才华不够 事情都做不完 我的这些朋友 在自证自己 没有才华这件事情 显得特别的有才华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说实话 就最好的排解方式 就是干活 要么你就去睡觉嘛 比如说你在公司受气了 和朋友不开心了 晚上回家别琢磨 你就去睡觉 睡醒了就会好很多 要是睡醒了之后 还不高兴 那不是不高兴 那是起床气 真的朋友们记住了 就不高兴 不高兴是有保质期的 很多不高兴 你放上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过期了 他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除了睡觉 我还会喝酒打游戏 刚才建国也说嘛 就这个都是我跟建国 会用的方法 就比如说 我们其中有一个人 不高兴的话 就会找另外一个人喝酒 但另外一个人经常没空嘛 等我俩都有空的时候 好像也就没那么不高兴了 但是我俩很开心地去喝 又怕对不起酒 所以为了让酒不会不高兴 我们就假装不高兴地在喝酒 我们活真的很累 有的时候刚才也说嘛 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喝完之后酒精真的是好东西 喝了个大醉 第二天醒来之后 除了头疼 好像没有什么不高兴了 其实不是酒的作用 就是睡觉的作用 你不喝酒 直接睡是一样的效果 还有什么游戏 我跟建国也一起打游戏 刚才也说嘛 我一起打卡牌游戏 这种卡牌游戏 是很需要智商的 我俩就总形成说 一窝俩的智商加在一起 一定能打到对方嗷嗷叫 对方一定会觉得 说我在跟谁打呀 怎么这么聪明啊 我就觉得 没想到吧 我们是两个人 但是如果你看我们打 事实我们经常说的是 这真的没啥办法了吗 我们再算算呗 行吧 那我们投墙吧 然后我们互相郁闷的看看大家 要不然今晚去喝酒 最后还是祝大家天天高兴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忽兰 忽兰解决不高兴这个方法 就是 很实际 很实际 讲了很多18层地狱的故事 阅读量也很大 最近看了很多东西 那我不知道 就是斯文和建国觉得 这个18层地狱 你们有兴趣 就是一起去第一层 想想脱口去玩 不是很想跟他一块去 让建国跟他去吧 建国要不要去 那斯文我觉得斯文应该进第二层了 是吗 给介绍 对啊 我今天给建国介绍的一个老公 就是忽兰 玩弄是非 油嘴滑舌 怎么多了一队今天演出完 然后忽兰今天解决了自己的不高兴 也帮今天在场的观众解决一个 好不好 然后今天有没有观众 想上来让忽兰帮你们解决一个问题 忽兰 忽兰 忽兰挑一个吧 我们挑这个姑娘 我也是第一个 好 对 我们这一场也没有一个女观众上来 有请这个女观众 我们来这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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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在B站上看到你特别多的小视频 小视频 怎么听 真的 小视频 怎么听起来 真的是B站吗 不是其他网站吗 真的是B站 有特别多的你的脱口秀的精彩片段的剪辑 话说一把说完 所以说 所以说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强的 学历最高的爆梗王 然后非常的开心 能有这个机会跟你沟通 其实我真的上来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 没看出来 对呀 上来话很多呀 很勇敢 今天是特别 因为是你的粉丝 所以说特别的勇敢的一回 谢谢 看起来 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淡定的 实际上 我的内心总是会 很胆小 忧愁很多事情 比如说 之前 小到就是怕雷 怕黑 大到就是怕工作出错 就会总是不是很开心 所以说 想问一下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胆小不高兴怎么办 胆小不高兴 怕黑有点过分了 但是怕工作出错是正常 其实我本质上来说 我也是个胆小的人 胆小是好事 锦小身为把事情做得好一点 我身边那些胆大的朋友 现在在监狱里面过得很不高兴 胆小是好事 保持谨慎 把工作好好做就好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已经解决了是吗 是 是解决了我的烦恼 那我就继续保持胆小的状态 OK 坚强坚强加油 好 谢谢 开心起来 谢谢 谢谢 然后也谢谢忽兰 谢谢 谢谢今天演出 特别 大家好 我是气血两亏的忽兰 刚才我听到气血两亏都懵了 你们不都是做现代医学的吗 是气血两亏 还让我去艾康去体检 我以为体检完之后 拿到的这个报告 都是看不懂专业术语 生物 煤 基因 你打开一看 忽兰气血两亏 然后刚才在讲 刚才下面听着如坐针毡 我复旦毕业的 我北大毕业的 我14岁考大学 我15岁考大学 我跟比尔盖茨发邮件 不知道各位boss知不知道 就是凡尔赛也是病 早晒 早智 对吧 这个 别耽误了 真的 我其实跟张总 其实怎么说呢 还算颇有远远 就是我俩都是从 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的 凡尔赛也是病 不不不 你听我说吗 早智 听我说吗 就刚才一开始碰到张总 就跟他说 说张总你看啊 您真是咱哥大的骄傲 张总也十分谦虚 可别这么说 他说我只是在哥大工作过 我是在哈佛上了大学 我应该是哈佛的骄傲 刚才我没好意思说 其实咱心里也有事 虽然两个学校都是世界名校 但是哈佛的排名 还是靠前一些 民间的成就 在哥大那叫骄傲 在哈佛那叫中等偏上 其实都是开玩笑 其实做体检 其实还是挺不容易 做体检 就是能让大家意识到 体检的重要性 其实很多人没这个意识 你比如说老一辈 对体检的 其实就是有很多误解 比如说我妈 其实她有喜欢用这种 投资的心态看待体检 就是她没查出任何毛病来 就觉得这钱白花了 特亏 就我为了劝她 我还说 我说你要相信 现在医学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多少能让你赚点 肯定没问题 还有一类人总觉得说 她的观点就是 我不体检 我就没病 就是那种 不考试就不会挂科 不工作就不会失业 就这种逻辑 小的时候我们去看 扁鹊见蔡凡公 这种书都白读了 蔡凡公至少是 不信体检报告 这种人就是不体检 你要想想看 现在人去扁鹊见蔡凡公 说不见 寡人无疾 现在人 还有一种 其实还是自己有意识 比如说我也是一样 相当于是不体检 但是生病的时候就去网上去搜索 对吧 这个病怎么去治 我之前也搜过 但问题就是搜着搜着 就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 就是吃点啥就吃点啥 真的 之前有一次我咳嗽比较严重 我就去网上去搜 然后医生就说 这咳嗽有可能是感冒引起的病症之一 所以建议多喝热水 如果还有咳嗽的现象 就应该存在还有其他肺部疾病的可能 我看急了 我说其他肺部疾病 还有可能是肺癌呢 他说那也不排除了 建议还是早发现早去就医 我说这发展的就这么快吗 我说这是咳嗽引发的肺癌吗 但是这一招真的很管用 就刚才说的真的很管用 他说完这个事 我一晚上再也不敢咳了 但真的是 现在靠一根网线就在网上咔咔 就在这边问诊确诊 我现在终于想明白 这种失传已久的悬丝泡脉 终于重逐江湖 但最可怕的 其实有很多人真信 之前还有一个同事 在网上搜资料 跟我一样 搜资料自己查 自己给自己确诊了癌症 然后我跟他去医院 医院去治病 然后医生查完之后 说没事 就是个普通感冒 回去休息也好 他急了 他说医生骗他 他说你跟医生聊 他说医生好像不敢 告诉他真实的消息 医生也有经验 他说你就告诉他 回家等信 七天再来结果 我说七天等什么结果 他说七天感冒就好了嘛 对吧 其实要说真怕有什么毛病 其实就是 踏踏实实做个体检 其实挺好的 但其实现在 其实体检很好 比如说艾康 刚才也在说 隐私保护都很好 你们之前 大家都上了岁什么 之前体检什么样 大家都有数 自己体检还好 尤其是公司 一群同事具体检 很尴尬 这是什么声音 比如说咽尿 就是自己拿个小瓶子 小杯子自取 你自己去还好 公司一群人 同事站在那个门口 大家看着都有点恍惚了 就前一天晚上 还在这么一起喝酒呢 第二天早上 一人端着个小杯 就站在一起了 很尴尬 还是成禄比较极致 对吧 但是要不然我提杯 刚才成禄一讲 我们都经常忙 写什么东西 经常说加班 其实也没有 其实你都不知道 成禄平时生活的 有多快乐 真的特别快乐 每天就是喝酒喝酒 我就跟着他一起 去过一些局 现在一手拿着白酒 一手拿着红酒 后面还有六个局 他说这个叫996的 我说就这么喝 这么快乐 这尿酸得多高啊 所以说张总不用担心 就是这次他从你赚的钱 很快就会还给你 马上还给张总 而且我们公司 不止成禄一个人这么喝 尿酸一个比一个高 都得体检 你要考虑 就可以在我们公司 设一个分部门 就叫体检部 肯定成本收得老快了 真的是 而且其实大家 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 我之前自己也在做 人工智能的 然后其实相比一些 传统体检的刻板印象 其实现代医学进步 早都已经进入算法时代了 其实我本来是写了一堆 关于算法跟医疗结合的一些事情 然后结果之后那个稿子说 他说你不懂 你就透过修演员 你就搞笑就可以了 我说行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现在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依靠这个算法 然后依靠大数据 依靠不断地把病例标注 然后依靠像刚才说的这些 五千万的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 可以越算越准 其实我是学精算的 但其实肯定没有模型 来去算得准 所以说其实还是相信 现在的体检 相信爱康 比传统体检真的好太多了 传统体检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之前也会碰到 就是等的报告不准 而且等的报告时间长 不然你回去等 等七天或等一周 这个很有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由于过长 你还没有拿到报告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 可能因为怀疑自己 是不是生病了 而生了病 你知道这个病 这个病就没有办法治 你知道吗 你拿了报告之后 你说这测的是我七天前的结果 我这七天等得好像生了病 但不论如何 都是一个套娃的结果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对吧 所以说最后还是说 大家摆平心态 体检不可怕 其实刚才也在说 这是最正确的检查方式 让大家了解自己的健康 对吧 科蒂斯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快乐 首先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说 程璐可能不见得是 真正的快乐 喝酒只是他的保护色 对吧 身体是我的保护色 不过没关系 真正的快乐 就从这个做一次 爱康的体检开始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不是 来 请你 请你上来之后 直接 说说你们领导 来 欢迎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豆豆 豆豆刚才说 自己是我们经理 你骗骗外人还行 这么多同事都在那 你们那个部门 最差的不就是经理吗 一个总监管了五个经理 还好又在这边炫耀 然后还说我什么 还攻击我相貌 我天 真的是 对吧 我这个项目还能出来 那是因为我双倍的才华 这还有什么不服气 忽兰认真了 真的是 然后今天说不服 我跳出来 不服理由很简单 对吧 我这个人跟他也说 就是喜欢拿奖 今年也没啥事 啥奖的也没有 到年底了 不拿这个奖 哪有年终奖 都得争一争 而且我觉得 我特别配得上 最受关注和期待奖 因为我今年 的确受了不少关注 在节目里面 不是还跟周期末 还组了一个CP 就是比赛里面 什么相爱相杀 什么这些网上 还有炒我俩CP 起了信不信了 而且还给我俩起了一个CP的名字 叫兰州拉面 很不讲道理 对吧 明明两个东北演员 炒成了西北CP 而且大家都知道 平时公司里面 我们喜欢吐槽 吐槽大会喜欢吐槽 就会骂别人 但今天夸夸大会 得夸自己 我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夸 那就从我小的时候夸起 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上学 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人 品学兼优 而且从那个时候 班级里的很多同学 就特别关注 特别期待我 天天问我 作业写完了没 能不能接我抄 成绩也特别好 经常有人夸我 就说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是挺开心的 但是我爸听了就不开心 因为他没想到 孩子养了这么久 一直是别人家孩子 后来学习对我来说 没什么挑战 对吧 我就开始 中和中日报 开始研究体育 打平板球 拿了个权势第四 后来随随便便 考了一个外国 名牌的大学的精算硕士 天天跟美国同学 打平板球 打到他们个个都 想好好学习 没办法 只能打球的时候 让着他们 就让他们 没让好 让都没让好 让他们看出来了 美国同学还挺生气的 说忽兰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我说认真 认真你就输了 而且我爸妈还以为 我去美国上学的 其实就是乒乓球下乡 后来回国 讲脱口秀 很多观众喜欢听我段子 说我这个段子 不咋讲地铁 讲留学 不讲省钱 讲创业 说我脱口秀演员里面 只有我不卖惨 感觉跟其他演员不一样 其实呢 都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 都是自己真实的生活 我也想写 省钱的段子 但我写不出来啊 啥 没有真情实感啊 现在啊 还有很多程序员大会 邀请我去参加 就以为我是前程序员 就和这些技术大牛们 坐在一起 我也很惭愧 因为我也没写过啥程序 人都是技术大牛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明星而已 有流量 没作品 原来我是个流量成学 还有一些朋友 欣赏我这个 争强厚斗的性格 我在透球大会决赛的时候 我说 折腾的人不会输 然后就输了 没关系 对吧 以我的性格 就是这次要输了 下次一定要赢回来 还要赢得精彩 十倍奉还 就连我买东西 也要十倍奉还 就比如说 昨天去买汽水 中奖了 老板说 你这个最多就是再来一瓶 真的没有再来十瓶 你这么喜欢十倍奉还 你别买七粉 你买京东Plus会员 不仅可以享受 十倍的购物反例 1月8号当天 还有20倍的购物反精豆 对吧 今天这个 志在必得 真的志在必得 打痘痘 我天 真的是 打成精彩豆 吃饭睡觉打豆 吃饭睡觉打豆 对吧 这个志在必得 都不用聊它 对吧 就是夸夸自己就好了 不会辜负这么多朋友 对我的关注和期待的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大家 好 好热情 我真好 开心 今天你们来着了 对吧 今天是体育专场 但凡你们对我们公司 有点了解 就知道 体育专场 往往是会非常精彩的 记得吧 去年土耀大会 我们就做了一个体育专场 对吧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让这个男男男族 互相吐槽一下 听一下对吧 结果有人说 我们说 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今天我们学聪明了 我们请女族 我们不借刀杀人了 我们指桑骂槐 其实不是指桑骂槐的吧 就是当槐不大型的时候 不管你说点啥 槐都觉得是在骂他 国人对男族男男的情感很复杂 就是又爱又恨 真的是 我们家有两棵树 一棵是槐树 另一棵也是槐树 还行对吧 家里也有桑树 是吧 女族 刚刚看到了 女族 2022 过了一半了 女族夺冠 依然是我今年 听到最好的消息 想起那场球 真的还是很开心 因为去年奥运会 女族踢得不是很好 骂声一片 但是人家就通过训练 证明自己 但男族呢 就是要让人困惑 你们看了吧 就前段时间 跟一群老前辈骂起来了 让他们来我们这 来我们这不来 非要在外面骂 外面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难听 大家就觉得是 本来大家今年心情 已经很不好了 怎么骂个国族 还学会还嘴了呢 关键是吧 就是他们有点 骂不过人家吧 他们的反击的话术 都是什么 你真的关心中国足球吗 你爱中国足球吗 其实挺无力的 我就在这儿 可以教他们一个方式 对吧 下次再有人说什么 菜 你们踢到菜 你就说 我是菜 但是你也不见得 能抢得到 直接就哭了 其实我看男族 我就是困惑 大于愤怒 真的是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 黄健行老师在 真的是就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总是找不到问题 去年说 离铁了有问题 然后把离铁换了之后 发现冤枉了离铁 来不及了对吧 当你那时候 你问贝利说 哪一个是你最精彩的 进球 贝利说下一个 你问男族说 哪一个是男族 最好的教练 上一个 今天冬奥会冠军 高婷宇也来了 对吧 今年冬奥会 我真没少看 作为东北人 看冬奥就俩字 亲切 全都是我小的时候 玩的项目 就是进了奥运会之后 名字全变了 速度滑冰 我们小的时候叫粗粒滑 还有那个雪球 你看我那不是爬力吗 也就是我最擅长的项目 每进冬奥 要不然我也是奥运冠军 我那个舔铁栏杆 舔得可好了 一般人弄不下来 真的 这个项目名称了 我都想好了 就叫花样舔铁 对吧 练之前 喝一整箱 书画 无乳汤 牛奶 对吧 雪中喝 冰上喝 花样喝 边练边喝 别说乳汤不耐受 我铁栏杆不耐受 都好吸收 书画奶确实好吸收 还是真的 就是刚才也在说 对吧 我还是会用论多的 我会打乒乓球 真的 刚才李战也说 我就会打乒乓球 我到处说 我提我会打乒乓球 这件事 比我小的时候 练乒乓球都刻苦 真的 之前还在一个节目里面说 什么小的时候 打乒乓球 定领第一 我第四 我说这个放眼国际呢 我这个水平 应该跟服怨爱差不多 是真事 我还在节目里面说 我说咱就是大庆服怨爱 吹了几年之后 结果今天人家正主来了 我觉得现在服怨爱远程看着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不懂球的胖子 究竟是谁 但其实我真的挺喜欢服怨爱的 就是我觉得没有哪个外国运动员 让我看出了一种心疼的感觉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张艺宁要不然你就 让服怨爱赢一场呗 咱中国也不缺这一块金牌 咱服怨爱也缺啊 有人说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 这也不是帮着外人 对吧 我虽然跟张艺宁都是中国人 但我跟服怨爱都是东北人 而且其实服怨爱 从小就在东北训练 对吧 这个叫养狼计划 你们也听过对吧 叫养狼计划 其实本质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打乒乓球太孤单 培养一些外国人 但是无论是人家过来学 还是我们过去教 养完之后都打不过我们 我就很纳闷 我说是不是有啥技术没教人家呀 我看那些外国人也挺不容易的 你赢不了 中国乒乓球都是指定用狼 其实啊 我这个人其实挺热爱运动的 我看篮球 足球 斯诺克 F1 刘更宏 我看刘更宏还挺不一样的 我躺着看 可开心就躺着看 而且他那些动作 躺着做一点都不难 就躺着翘过二郎腿 我说这不难啊 挺容易的嘛 有人说 哎呀 就你这种不爱运动的人不健康 哎呀你就不好 但你想想看 只要我们这些人爱看 那屏幕的那边 是不是多一个热爱运动身体健康的人 哇 有道理对吧 这是大爱对吧 有道理对吧 对吧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光爱开运动 也爱运动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